景色竟是宫斗大师 每每出手 都能搅到后宫 鸡犬不宁 谁说这宫斗的门槛是嫔妃了 这人虽嫁出去了 却还能在宫中搅弄风云 虽然狼化的宫斗能力不算一流 但她闺女景色的战斗力却不容小觑 虽然是和亲公主 但后期的宫斗都少不了她的影子 缓缓都没做成的事 竟让她做成了 这景色一个出嫁的女儿 又为啥可以对自己老爹后宫里的事 横插一角呢 这就要说到扎龙对复查皇后的感情了 虽然人活着的时候也没太喜欢 但这人死了之后可就深情上了 所以扎龙对她也是宠爱至极 而且经过和亲这一遭 景色也学会像她额娘一样 装得贤凉舒德了 连扎龙都感叹这个女儿越来越像她娘 被迫和亲的景色 心里本就有怨气 回来后就本着 大家一起发烂发臭的原则开始发疯 首先遭殃的就是当年全她和亲的如意和苏绿云 回宫拜见各位娘娘时 对这二人哪真的是每句话都得带上刺儿 而当儿子庆佑失足落水 得魏燕丸舍身相救后 既为了抱她的恩情 又是为了给如意找晦气 就开始扶持令妃同如意这个皇后打擂台 本来这魏燕丸犯的错 是咋都不可能翻身了 但架不住景色 天天各扎龙耳朵边叨叨 整天就跟那电视推销广告一样 给扎龙循环播放魏燕丸无罪论 还说这都是如意的诬陷 更是拿自己儿子说事 哎呦黄阿娘也太揪着不放 不顾您的心情 时间长了 扎龙居然真的给魏燕丸 付了魏燕与宠爱 而景色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在如意阴寒相见 同扎龙争吵后 把陈婉音抄写的皇上悼念 复查皇后的御师献给扎龙 让悼念狼化成了后宫嫔妃必修客 这可是打了如意的脸 毕竟他还活着呢 你们就要去纪念前任 同时他还干了一件 可以让他妈骄傲一辈子的事 那就是扳倒如意 你以为魏燕丸给扎龙找乐子的事 他不知道 不不不 他心里可门清 所以魏燕丸私里逃生后 才会让王缠去请他 而景色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就是扳倒魏燕丸 他向扎龙汇望了小魏 居然向勇言灌输世事 以自己为先的思想 因此扳龙也开始后悔 册封他为皇贵妃 所以后面扳倒魏燕丸 也是由我们景色公主的一份功劳 扳龙竟对海兰做了那种事 难怪他看见皇上就害怕 海兰真的是趁着扎龙九岁勾引上位的吗 难道他竟是个贪图荣华富贵之人 这就要给我们海兰小天使喊冤了 他也不愿意成扎龙的女人呢 海兰本是宝亲王府中的一名秀娘 靠着自己的手艺活得也不错 但错就错在 她的相貌太出尘了 活像一朵怒放的蔷薇 甚至比如意还要美上几分 而还是宝亲王的红利 一次醉酒后 不小心闯进了秀娘的房间 看见清丽出尘的海兰 不顾她的意愿玷污了她 这整个王府都是红利的 她要宠幸一个小小的秀娘 有谁能说什么 所以海兰当时可谓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种恐惧甚至给她之后 留下了心理阴影 而且这扎龙虽还没计位 但身上的扎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她借口自己喝醉了 不愿意对海兰负责 那王府里的女人们不得嘲笑死她呀 虽然是扎龙的错 但王府众人都说是海兰蓄意勾引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她早就被红利抛出脑后 胆小懦弱的海兰因此就更加想不开了 甚至自尽了此残生 幸得如意与苏丽云相救 甚至如意还被她向扎龙 要了个格格的位分 但即便有了名分 那些被扎龙正经纳进来的妻妾 还是看不上她 从始至终海兰能依靠的 也只有如意而已 但如意被诬陷害了 梅嫔和仪贵人的孩子 打入冷宫 海兰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小可怜 即便是地位 不如她的阿弱也能欺负 而皇后与高贵妃的惩戒 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海兰在雨中哭着跑向冷宫 她想从如意那里得到点安慰 海兰不想再过这种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的日子了 所以她试着放弃了心中的恐惧 主动打断起了自己 因着秀丽的容貌 也是很快引起了扎龙的注意 从此成了如意战队的最强辅助 十二代勇琪到底有多惨 如意死后 她居然被扎龙这样对待 就没花雪了 小阴桑永齐 不知道门化了多少疑忆们的心 但扎龙真的枉为人父 居然这样对如意留下的唯一的儿子 你究竟是有多恨如意啊 永齐是如意的投胎 也是她登上后卫的第一子 当时狼话 留下的两个嫡子早就夭折 所以扎龙对这个儿子也是十分重视 不然也不会用齐这个字 来给十二代做名字 本来这父亲是大清皇帝 母亲是正宫皇后 她这一生即便是不登大宝 也应该顺遂富贵 但天不遂人愿 年仅二十五岁的她竟郁郁而终 要说杀死她的最大凶手 当属扎龙 如意断发后 一直被囚禁在义坑宫中 而作为她的儿子 永齐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牵连 而扎龙更是听信了胡云角的挑唆 将永齐之死归集到如意身上 为此甚至将她的皇后侧保收回 那可是皇后地位的象征 没有侧保的皇后 不过就是个空架子 更是向后宫仲嫔妃 透露了皇后被厌弃这一消息 而如意之死 虽然扎龙也很痛苦 但最痛苦的 应该是如意 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永齐 但她的苦难 从那拉市被废就已经开始了 废后的第二年 扎龙迫不及待的 给这个儿子赐婚 选的福晋是博尔基基特氏 看着世门不错的姻缘 但从康熙之后 这狄福晋是蒙古女子 就相当于断了这个儿子的夺嫡之路 此时永齐的地位就非常尴尬了 虽然嫡子 但被皇上官宣 与皇位无援 而废后之死 更是给他了沉重的一击 他匆匆忙忙的从木兰尾厂 回到宫中奔丧 此时的永齐彻底成了 没蝶腾 没娘爱的小孩 虽然才14岁 但整日欲结于心 以至于生生脱了四年 才勉强完婚 只能说永齐这一生的运气 在幼年时都用完了 但他父亲也曾对他充满期待 他也曾有爱他的母亲 但却因着那拉式断发 失去了一切 成了任人欺凌的倒霉当 虽然如意转中 如意最后求缓缓 互助勇气 但这祖母的爱 终究无法弥补 他父爱母爱的缺失 他这一生无子 去世时也年仅25岁 他患病期间 父亲扎龙 却一直都没有露面 甚至他死后 连个封号都舍不得给 下葬都只能用宗室之力 一直到了永延继位 才给这个哥哥追封了个 多罗贝勒的封号 只能说这扎龙真的是坏 如意死了 还不放过人家 把对他的恨 转移到了无辜孩子的身上 这才造成了永期 这一生的悲苦